原标题偶练 一百零一火了后 为何综艺舞台热衷三角形心惊暴训 记者张鹤跟风险像在综艺市场并不少见 如今内容创作者似乎不再满足于 类型同质化舞美设计也开始懈怠 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的爆红 不仅引发雅成综艺扎堆 同时选手分班时采用的三角形舞台 似乎也成为爆款的标识 声韵演唱节目深入人心 演员品训节目演员的品格 无度都在前期采用了相似的舞美设计 新京报专访业内人士揭秘三角形分级舞台 为何受到竞演类节目推崇 习惯跟风制作周期紧张 偶像练习生播出时 选手进入演播间选择座位 成为点开率最高的内容之一 三角形的舞台 将九人出造位 与其他座位分离 通过选作和穿插后台采访 展现了练习生的不同性格 也加强了节目的故事性演员的品格 也采用了同样的舞美和模式 节目组事先根据人气以对演员进行排名 他们只需到场队号入座 深入人心则几乎复制了偶脸 由选手自己选作为 经过导师审核后再重新翻作 只是把九人出道改成首席 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的舞台 图片来自网络位和三角形舞台 会被净眼泪节目推崇 一位不厌具名的工作人员C 坦扬舞美设计首先尊重平台的选择 国内跟风不仅在于模式 即便是舞台 只要是非常成熟且成功的尝试 平台都希望能够更大的应用到其他节目上 比如演员的品格从淘汰逻辑上 其实和偶脸就有相似之处 类似的舞美 不仅可以让新节目借着偶脸的热度 最快吸引到粉丝 同时也不用平台在舞美上头脑风暴 此外 节目筹备周期短 也是拷贝舞美设计的原因之一 对平台和制作方来说 成功的舞台模式 即便没有全新的设计感 但至少在仓促制作时不会出错 深入人心和演员的品格的舞美 图片来自网络演员的品格导演李文鱼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 就曾解释其舞美与偶脸相似的原因 他坦言演员的品格一一开篇加入与偶脸相似的舞美和分班制度 更多也是希望大家能尽快接受这档节目 虽然在细节上 他已经力争做到不完全类似 但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出现很多难题 且制作时间非常仓促 后续我们再想改变就很难了 只能把相似性收缩到最小 节目模式类似会产生审美疲劳演员的品格 首期采用偶脸的舞台模式 并按照投票数量入座 曾被观众质疑是否过分看重人气 深入人心首期让选手自己选择首席或替补 也让原本高大上的美声节目 多了几分偶像选秀的底蕴 究竟是否所有综艺都适合借鉴三角形舞台和分级模式 某位综艺评论人表示 三角形舞美式偶脸 创造101节目 区别于其他养成综艺的创新优势所带 同类型养成节目 若采用其舞美 确实可以降低创新难度 也为节目带来一些基础粉丝 但同时也需承担审美疲劳 以及和节目匹配的风险 偶脸和创造101还会推出 第二季不出意外节目 还会采用类似的舞美 如果其他综艺依旧效仿 尤其是网综市场 大量出现相似模式 就会产生与综艺同质化相同的效果 而且不是所有节目 全程都适合这样的舞美制作法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在制 逻辑 环节 调整后续的舞美设计 必须更符合自身节目的气质 例如生入人心 在后期进入二重唱 三重唱的合作阶段 且没有相应的淘汰机制后 便舍弃了一开篇的剃度 首席选作机制 让节目成功脱离了刚开始的选秀仪云 新京报记者张鹤编辑 同娜教队招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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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